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台湾最近选出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 还有新一届的立委 不仅国际间高度关注 而约关未来两岸关系的中国大陆的态度立场 当然也是外界所关心的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探讨 那么两岸的未来走向究竟如何呢 等一下我们来试着听听这两岸民间的声音 另外提到这2024年开年 相信相对目前比较酷寒的天气 即将要实施的这项政策重新开放 应该是一股暖流 那就是台湾民众可以组团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了 那么挨过三年多疫情的关闭 这应该是旅游服务业者他们引颈期盼的 不过也谈到全球疫情可以说是快要画下去一点 因为防疫所付出的代价真的还蛮大的 几乎各个产业都很难幸免 造成了经济成长衰退 尤其中国大陆2023年 究竟表现如何 好像最近公布了 这个数据似乎也没有让外界失望 因为有达到官方的预估值 大概5%左右 不过专家怎么来解读 扣掉这个疫情期间 有一个因为比较激起的关系 这可以说是将近30年来最低的数字 那么受到高度瞩目 还有一个就是青年的失业情况 最近数字看起来好转不少 又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数字变化呢 我们连线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吴博伟 请他带来他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欢迎博伟你好 厉介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博伟 我们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 是由民进党获胜持续未来4年执政 中国大陆从13号当天 就透过国泰办发出 558万多票呢 这并非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这种片面解读的立场 之后呢 也紧接着挖中华民国 台湾的邦交国 我想这些看起来 就我们台湾角度来看 并非善意 不过好像中国大陆民众 也许呢 看法也是有多远 跟台湾差不多 有一些所谓不满情绪 比较高涨吧 似乎是比官方还要焦虑 国伟来告诉我们 你在中国到那边有关注到这些人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 因为选举结束之后 其实大家比较关心 是接下来两岸的关系 到底会往什么样的地方发展 以及说双方的这些互动 以及双方的一些 可能对特定议题的一些态度上面 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发展 那我们也其实也都看到说 不管说中国的台湾 或者是说中国大陆 这边的这样子的一些反应 延日来 其实大家都已经反应完了 就是大概大致上 目前看到这个状态 或这样子 立场差不多都已经 做出一些表态跟表达 那比较有趣的是说 在中国大陆的民间里面 他们对于官方的一些表态 其实会有蛮大量的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立场跟看法 其实还蛮南辕北侧 因为其实像是有一些 他们可能会相对觉得说 那是不是比如说 台湾的总统大选选完了之后 接下来两岸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机会 或者说改变的机会 的确是有这样子一部分的声音 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接下来可能 双边的关系会改善 或者说可能包括像我们讲到说 旅游的部分可能会慢慢的解封 但是其实也有看到 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说 中国大陆官方的态度 还是太过温和 他们在呼吁说 大陆官方应该要采取 更强硬的一些手段跟措施 所以他们有一些民间的声音 其实反而会比官方的 目前表达出来的这些立场 相对的更接近一点 或说更希望说可以采取 更新链点的方式 去解决所谓两岸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这一次在选举结束之后 其实中国大陆官方的一些表态 虽然说可能还是 有一些所谓的老调重弹的 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相对于 可能民间这种更 加极端的这样子一些发言 其实相对是比较 温和 或者说我们可能常会看到一些 比较常会出来 发言的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 他们这次也比较不会有一些 比较激烈的一些言语 那反而是我们这次看到 比较多激烈言语是来自于 民间啊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感觉出来说 可能双方官方这边也还在看说 接下来的整个 不管说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所谓的美中台之间 这样子的关系的一些变化 会做一些下一步的一些动作 但是在此之前 可能民间的这些比较激进的声音 其实就已经慢慢的冒出来了 我想或许跟台湾有类似的情况 像这次我们投政党票 有16个政党 那么其中就有一些对台湾的主权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是还蛮强硬的 那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他在选前就说 外界质疑他的这个台独的路线 他就说我们并没有任何计划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 而且他说未来会以交流对话 来取代这个对抗 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访问台湾的学者 是提到中国大陆国台办在措辞上 当然还是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重谈就调 但是似乎也是有一个观察期的 有可能这样子来看看台湾这方面的反应 总之对话交流是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他在选后也在重申的 那如果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比较 希望能够强硬一点的这样的看法 认为官方比较温和 那是不是就形同在台湾我们会说 中国大陆有所谓鹰派或鸽派 好这个我们也是一定程度的理解 不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未来520就是5月20号的新任总统 上任之后他会怎么来做 其实更快一点的话就是2月1号 我们的新一届的立委他们国会会开议 那这是有关相关政策的部分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台商回台湾投票 历次选举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数字也是有一些消长变化 那么在台商这个部分 我想在中国大陆经营都已经过了一个世代 现在都有二代在接棒了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了 像伯伯也告诉我们 比如说在上海有纺织业 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文创 好谈到中国大陆投资环境 其实有蛮大的变化 那台湾也历经几次的政党轮替 好现在是处于一个美中贸易战还没有停歇 还有中国大陆以后 这个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未来两岸关系跟相关政策 我们的台商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建议呢 我觉得主要台商还是希望说可能这一次选举结束之后 那接下来赖金德上任之后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一些两岸政策调整跟修正 因为其实蛮多的台商认为说 他们现在的整个状况 或者说现在这样整个两岸的关系 其实可能对于经商来说相对不利 对于两岸交流来说相对不利的 那就会有一些台商反映认为说 那这次选举完之后 他可能是一个细节去检讨说 可能过去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制定 那是不是对于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影响 这次新的总统上任之后呢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其实我觉得台商其实也是在期待跟观察 就是可能有些人认为说选举结果不如他们的 理想中的候选人并没有当选 但是基本结果是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那就其实蛮多的台商 就会跟我反映说 那他们至少说希望说 那接下来看到能不能有一些比较 不一样的状况 特别说是过去三年 跟其实预约疫情的关系 所以两岸的一些交流其实也都 暂停了 那我们也知道说 接下来可能会有先旅游的这一块 开始慢慢的恢复 那台商就会期待说 是不是顺着这样的机会 做一些调整 然后去做一些两岸的政策的一些 更新或做修正 然后让两岸的关系 能够至少恢复到疫情前 的那种情况 那再去讨论说 那接下来说 双方可能要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交流的一些方式 那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台商比较多的台商 也还是相对是比较 暴时也观望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样 就是所有的舆论跟意见里面 其实都会有相对更加比较 偏激或是比较偏风一点的一些一些 那也就有个台商就直接跟我讲说 他们觉得对于未来两岸关系 其实是不是那么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 少数点 就是说现在可能 包括一些认识的一些台商会长 也都讲说 那他们还是会 期待说那接下来 新的政府上来之后呢 会不会也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其实接下来 尤其像刚刚利剑奇也讲到说 2月1号新的 不会上任的之后 那可能会对于整个 双边的一些关系 会不会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或说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 其实蛮多人都还是在看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都还是会有一段 观察期 那当然大方向是台商就认为说 那至少 他们觉得说现在的两岸政策 希望是需要做一些 调整跟一些改善 没有错 台商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投资 或在其他国家地区投资 都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 就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的干扰 其实在这次选举总统的部分的话 民进党获胜持续执政 拿到四成的支持率 那么在国会的部分 立委的部分 因为三党不过半 民进党国民党跟民众党 所以在很多的政策的立法或修正的拉锯 真的要继续观察下去 可能不如在过去四年 就是民进党获得国会的主导权 这部分或许整个情况 也不是全在执政者的身上 在立法权的部分 怎么样能取得一个最大的共识 这个目前在政坛 都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总之台商的期待 我想政府应该也非常清楚 那其实中国大陆在我们1月13号 总统立委选举之前 也有公布这样的讯息 我们也掌握到 就是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有关ECFA部分关税减让 终止会不会有第二波 那当然政府要保护产业 会做很多的因应 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些 台湾方面认为在两岸的 不管是互动投资交流 这个部分比较不利因素增加 那要对话可能又会很困难的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在接下来我们也谈这个跟选后 大家可以来观察 我刚形容说可能是一股暖流 应该是吧 我想疫情对于产业的冲击 首当其冲的就是旅游餐饮服务业 那台湾跟中国大陆去年开始 就陆续松绑边境的管制 不过这个双向旅游往来重新恢复 还只能够说是一个部分 因为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前 就是2019年已经先禁止 中国大陆的旅客到台湾自由行 那么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团客也被禁止到台湾来旅游 现在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大门全开 那么也就是在个人的自由行之后 预计3月1号开始 团客也可以前往中国大陆来旅游 好 在这个部分 博伟您也观察了 在中国大陆业者的一些反应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大汉旺云 你叛道干领 像您这样的雀跃的心情呢 还蛮开心的 是 就是我在这边观察到 或说在这边跟一些 这边留意者互动的情况 或说这样的结果来说 大家其实对于这样子的 所谓3月1号要开放团客这样的一个规划 其实蛮多人都是蛮乐意 或说蛮乐观启程 因为毕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这样子这样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了 虽然说我们可能前阵子已经开始就是 有所谓那种散客 可以来到大陆旅行 但是其实所谓的团客的话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要一直到3月 目前是说到3月1号的时候 要开放嘛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 一些啊不管说景区啊 或说一些饭店业者 或说甚至一些 负责可能会陆地接待一些旅行业者 其实大家都蛮期待的是说 这次恢复之后能够当做是一个契机 然后让双边的 这样所谓旅游的这样的互动 双边让旅游的交流能够 慢慢的恢复嘛 对所以其实最近也看到很多一些 游业的一些朋友在讲说 而且他们有忙着要去准备说 哎重新去整个 学习或说重新去演练整个接待台湾客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蛮多的人说 哎可能过去三年内都没有在 接待过 嗯 台湾的团客 那现在可能 台湾团客要来 而且可能 量其实会还不少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台湾可能也蛮多的人愿 其实过去本来就蛮多人 其实喜欢大陆旅游 那现在 这样捷径之后 然后有旅行社帮你安排 这样子很多的这样旅行的 措施的时候 他们也会预期说 那可能会有比较大量的台湾的团客到 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 那他们要怎么去接待 呃台湾的团客 其实他们也 呃 其实还蛮紧张 或者说也都还是在学习的 但是 我觉得整个心态 或整个想法就是说 哎 虽然说中国大陆现在的团客 还不能去到 台湾去旅游 他们可能要透过我们所谓的 第三地的方式去 台湾到 旅游 然后要另外的申请 但是 至少他们会觉得说 那至少单边的 这样子的旅游旅行先 开放 单边这样团客先开放之后 那或许他 也会变成一个契机啊 就说哎 嗯 来了这样的状况 台湾团客来之后 整个互动的状况不错 那或许就可以期待说 嗯 那接下来是不是 跟中国大陆这边也会慢慢的放开 相关的管制措施 然后让 中国大陆的团客啊 或者说一些 旅游业者能够到 台湾去交流 或去互动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是在看啊 就是说哎 到底3月1号开始 恢复了这样的状况之后 到底整个状况会怎么样 特别说已经停下了 在三年多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这一次会不会真的是 迎来一个所谓春暖花开的一个 契机啊 我觉得大家都蛮期待的 是 这禁团令解除了哈 其实台湾的 留业者也是跟 政府有相当多的反应哦 不过也基于很多的考量 那总算是也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3月1号 我们台湾的民众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那中国大陆民众什么时候又可以重新踏上台湾宝岛 我想呢 我们真的是期待像博伟所说的 如果以台湾民众的感受就是一个事出善意嘛 那两岸能够多了解是好的哈 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旅游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 大家应该要多多珍惜 而且能够重启哈 那毕竟这个旅游业呢 我们如果这一波再过去的话 我记得就是持续多年来 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旅游 就是出境的人数都还相当多 那现在中国大陆内需呢 我想这一波也会小有贡献哈 好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呢 我们再请博伟来谈的也是经济 我们就要针对 有关中国大陆的2023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说起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青年失业率 好转了 这也是好消息哈 中国大陆经济好起来 对全球经济有蛮重大的影响 我们节目上会再来谈这个议题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对于台湾的政治 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呢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王家宣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 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 书籍 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聊I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人在上海的中央社 驻上海记者吴博伟 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有关中国大陆的经济的表现 那其实在过去2023年 这一整年 我们持续在关注 没记没记 很多的经济数据 那在日前 中国国家统计局 终于公布了一个官方数据 来看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有5%左右的目标 就是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揭露的 那有没有达标 好像有5.2%吧 对 那好像是一般外界是预期这样的目标 那么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很大的落差 不过有哪些面向可以来观察 这个5.2%他们达到这样的数据 应该怎么来看 可能一方面也是让民众安心很努力 另一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 可能我们可以来观察的呢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 中国统计局公布了去年的 整个经济成长率的数字是5.2% 那它是相对于当时去年三月的时候 公布了政府工作报告的5%来说是 稍微高了一些 那在这之前其实 在正式公布之前大家 包括像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国际的 预测都会觉得说 其实去年中国经济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蛮多的预测会认为说 搞不好连5%都达不到 可能只有4.多%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 而不只达标还比当初目标达了一些系 对所以其实 这只好对于中国大卫官方来说 他们可以去强调说 他们在去年整体的一些政策啊 或说一些不管说经济的政策 或财政政策 对于整个经济的复苏来说是 是相对有帮助了 就是可以去真的去提升到 所谓的什么数字的经济的成长 然后直接反应在数字上面 对所以就我们直接只看 这所谓的目标达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达标 那它的确是 而且不只达标还比预期的好了一些 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再仔细去看说 整个接下来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说 它达标就代表说整个中国经济 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况了 那大家不能这样讲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现在的整体状况 包括像是中国大陆的 内需消费的动能其实还是不足 那再来另外的是 中国大陆其实非常仰赖所谓出口的这样的一个 创造所谓的效益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中国大陆出口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的终端市场 就欧美的市场的消费动能一样是不足 所以造成说他们的整个出口的压力 其实还是相对变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看蛮多的学者们 他们担心说 的确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达标 或者说至少有达到原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复数的一个脚步 但其实长久来看 这些问题都还是存在 包括像是消费动能不足 包括像是出口的这一块可能会拖累 整个经济发展这个情形 然后甚至说我们看到说 可能包括像是一些 产业结构的一些变化 甚至说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 可能是一些失业造成经济的这样子 压力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其实这些问题都还是存在的 所以其实在啊 虽然说 度过了2023年 这样子5.2%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挑战都还在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蛮多人的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去年达到5.2%这样的一个 还不错的成绩 那他的这个成绩没有 另外一点是因为 就是相对2022年 他的比较经济是比较低的 所以导致说2023年的 表现能够变得相对比较好一点 可是当如果我们都觉得说 或是整个 社会觉得说 哎中国经济已经变得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他接下来的经济发展 可能还是他的 另外一个挑战 或另外一个压力的来 就是你要如何维持这样 所以相对比较好的一些经济 成长的一个态势 那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 可能中国 整体要去面对的一个状况 特别像我们看到说 哎包括像是不动产的问题 其实都还到现在都还是 没有写前面 那他这的确是会 大程度的造成 经济上的一些压力 对所以就只是说 我们看到这5.2 达表一个结果 那他后续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还是持续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的是 接下来 可能这两个月 或说甚至在中国今年两会 宣布了他们今年新的 所以经济成长率的目标之后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 振兴经济啊 或是不管说从货币 从财政或从金融层面去鼓励 或说去为整个经济去 打一个强性战这样一个措施 会不会有更多的新的这些 政策发布 我觉得才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 没有错 这5.2% 2023年官方所公布这样的数据 但是呢 其实还有很多面向 是可以再进一步来观察的 包括这房地产的问题 这个财务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 那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政策 还有内需的动能不足 需求不足 出口的部分呢 也真的要再观察 因为如果美国的经济 也不是很好的话呢 这个出口动能的一个拉力呢 恐怕也会下降不少 还有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信心呢 也有很多专家在提 这个信心危机 就是对政府或对未来 没有信心的话 那也不敢来消费 就是储蓄嘛 钱越存越多 这个投资就也不好了 所以是环环相扣的 这是2023年中国大陆 全年经济成长是5.2% 那么2024年很快 在三月份 中国大陆召开政协人大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 就会再提出比较新的数据 我记得以示的这个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以及他担任总理的时候呢 业界也都在观察所谓李克强指数 就是说比较能够掌握到 真正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或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这个数据对外界公布 我们知道了 可以提振应该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信心吧 希望是会 但真正的他们的所担心是什么呢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观察 好 继续刚才博文提到 有关经济面这个部分 其实去年上半年 中国大陆青年的失业率高达两成左右 它是逐月逐月就这样子 一直晚上攀升 其实在关注中国大陆经济下行的时候 这个数字大家都紧盯着 不过去年下半年就不再公布数据 这个讨论度其实还更高 为什么不公布要盖牌 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讨论了 包括它会不会冲击到社会稳定 这可能比较后端 但是产业跟人力的对接的问题 还有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 最新的官方数据公布了 好像回降了不少 就是好转了 蛮多的 博文来告诉我们所掌握到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对于这个数据 对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整个 青年失业率的公布 他算是回味了将近半年的时候 再次我发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大概都记得说去年 上半年之后看到每个月的 整个 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字 他的 青年失业率也就是说 所谓的16到24岁这样的一个区间的 年龄段的 这些青年们他们的失业率其实 所谓的基金的攀高 那到停止公布之前最后一次的数据 是到21.3% 所以就是像刚刚丽姐讲 那这样等于就是 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 失业这样一个状况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一直有 不断讨论说 中国青年失业这么高吗 但一方面是对于经济本身的 不正这样造成影响 那这么失业积率这么高 是不是也可能会造成 像是一些可能比较相对比较动荡的一些状况 对其实那时候有蛮多这样子的讨论 那包括像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媒体 以及说像是一些 国际上媒体都蛮关注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一直到了 8月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就说 暂停发布这样一个统计数据 那时候理由是说 需要对一些统计的数据 跟统计的方式做一些优化 所以那就大概停了 大概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发布 那一直到了今年1月的时候发布 去年的相关数据的时候 才突然间公布了 去年12月的所谓的青年失业率 那一件我们看到是大幅的下降 就是停止之前的数字是21.3 那这一次发布是14.9 那差不多就是 减少了大概33%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大家就讲说 那为什么会突然差这么多 那官方就有说他们是把 所谓在校生的人数把它剔除掉 那大概剔除了就是 6000多万名的所谓的你还是在学校的学生 对那他们官方的说法就是说 因为学生的工作其实是念书 而不是说去打工去干嘛之类的 对所以把这6000多万的地图掉之后 他们只关注了说 你在这个年龄段 然后已经离开学校去工作这些人 才算在有没有就业跟失业这样的一个情形上面 对所以这样整个数字上面就是下降许多 那当然其实这样也会有被一些舆论讨论说 那是不是数字上动一些手脚 或者说做一些调整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优化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专家呢或学者他们在说 也许呢不只是五个人当中一个 可能还更高呢 可能有将近四成左右都是失业 这个数字应该怎么样来算 才算是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呢 我想只有中国大陆官方是最清楚的 像我记得在讨论这个就业 或失业率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有一个灵活就业 我们再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会觉得灵活就业指的是什么 当然台湾的计算基准 也有一些跟中国大陆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探讨是 中国大陆它毕竟官方有公布 他们就是把这个在校生的数据 先把它剔除掉 所以呢失业率呢 就回降了很多14.9% 那至于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会不会慢慢的好转呢 其实很重要 在台湾有学者专家 是这样观察 或许跟台湾有点类似 其实广设这个高校呢 或许也是有点关系 好我想呢 政府呢应该对这个都很清楚 那怎么样对症下药 做相关的一些政策上的补救 或者说调整 台湾也是 台湾的这个青年失业率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提过 大致上当然是比一般的还要高 跟中国大陆是一样 但是青年失业率 我们还是比中国大陆低 我们倒要折半吧 好我们在今天呢 针对有关在台湾总统 还有立委选后 中国大陆民间 比较激进的一些看法 对于未来两岸关系 应该怎么样来继续交流吗 或者要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似乎是认为 中国大陆官方是比较温和 应该采取比较激烈的一些做法 那我们的财商也有一些期待 那至于3月1号呢 台湾的这个禁团令已经解除了 会有蛮多的台湾民众 到中国大陆去旅游了 另外也关注中国大陆的 这个经济成长 2023年官方的数据公布了 2024年是我们未来要观察的重点 还有中国大陆今年的高失业率 真的已经好转了嘛 我想这也是考验中国大陆的 不管在经济面还有政策面 好 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助 上海记者吴伯伟 今天带来这几个焦点议题的 第一首采访观察 谢谢伯伟 谢谢 谢谢丽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王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造会